近年来,中国在5G网络基础建设领域里发展迅速,走在世界前沿,但俗话说得好,目秀于林,封闭催之,我国不免遭到其他国家的妒忌, 时常给我国穿小鞋,甚至多国联手对我国施压,据悉,美国就曾多次以国家安全为由,将华为公司拒之门外,令人愤怒的是,美国不光恶意拒绝和华为合作,还要搅黄华为的生意,在美国的洗脑下,澳大利亚也以国家安全为由,禁止了华为向澳提供5G技术,不仅澳大利亚如此,日本最近也放出口风,要追随美澳的脚步, 据消息称,日本因出于安全考虑,近日正计划禁止华为核中心,参与日本建设信息系统的投标中来,如此待遇,真是让我们受宠若惊, 其实,日澳两国的举动并不明智,因为澳大利亚在5G领域内的投资规模和研发技术,根本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,而美国家大业大,没有华为帮忙可能无关痛痒,但对于澳大利亚来说,没有华为的参与,将会亏上一大比, 因为以澳大利亚本国的5G建设技术,只会让造价更加高昂,花费更多的时间且质量得不到保障, 并且由于澳大利亚国内运营商在现有的网络上,使用了大量的华为设备,而在推出5G时,更换这些设备会让这些公司至少亏损上百亿人民币, 既然选择追随美国,澳大利亚国内企业只有苦苦支撑不被市场淘汰,只能说澳大利亚这次的选择,是导致澳企业遭报应的根由,但是以至此,澳大利亚后悔也晚了, 而对于日本来说,限制华为和中兴,只会给中日关系带来负面影响,使其雪上加霜,而许多日本公司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是非常严重的, 一旦日本限制华为和中兴引起中国民众对日货的抵制,那么对众多日本公司将会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, 美国及其盟友对华为中兴的针对,暴露了他们的紧张担忧,也说明了中国企业有实力动了他们的蛋糕, 希望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,中国企业能够迅速发展壮大,掌握核心技术,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制裁, 祝本文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,文章未经授权禁止转载,关注我们,每天阅读更多精彩内容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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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